發表的議題為動物生態 一共有四篇論文發表 第一篇論文發表的題目為 黑赤淵的七弟選擇 發表人為黑潮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周大慶先生 與台人為東海大學環境科學 與工程學系陳炳黃教授 請掌聲歡迎兩位 謝謝大家午安 今天下午的第一場 謝謝現在學位找我的服務 這一場的主講人 大家看到周大慶 還有前面有許皓姐 他是周大慶先生來報告 周大慶其實很多人應該蠻熟悉的 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服務 相當久了 給恭喜的是他在兩個月前 完成他在台大的博士學會 所以現在是周博士 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彰化地區 黑赤淵 繁殖生物學 這樣的題目一看 大概比較是生物 生態 專業的研討 今天我們這樣比較大的環境 來談報告議題的部分 其實他也有他的環境的張力 另外他也是影響到 牽涉到也是土地利用的部分 今天早上大概是最熱門的題目 接下來他有一個敏感度再來 敏感度就是說這個黑思煙它是什麼 這個題目是什麼 為什麼這個研究計畫 這跟環評有關係 就是在一個環保署的環評作業當中 西邊快速公路 它停停漸漸 後來又在漸的時候 環評主要還是大家大概知道 那個國光石化的一個最主 相當重要的一位人物叫做蔡佳雅 代表是彰化環保聯盟 他就提議說 你必須要有環保的作為 其中一個關心的焦點就是大曬玉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黑思煙 那麼這個開發單位 也算也是蠻爽快的 就好 那就提供經費來做這兩個 關鍵物種的研究 那這個計畫是從那邊出來的 當然環保的議題條路就是說 那這樣是不是夠了 開發單位就是提供一個經費給你研究就好 還是後續應該要再做什麼 另外一個敏感的議題就是說 等一下你聽演講就知道 它的身分 以前台灣是沒有的 那後來發現有 現在發現還不少 並且環質的情況好像還不錯 也有可能就在台灣定期下來 那它算不算外來種 還是規劃種 還是怎樣 一般來講 從環保的角度 對外來種是不安逸的 甚至這個政府單位還有移除的做法 但這個是不是它是例外 或是怎樣 所以也是蠻敏感的題目 所以這個題目是很有趣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歡迎這個 卓國素來跟大家報道 謝謝 謝謝陳老師的深入請出的介紹 還有謝謝今天中午與會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接下來 接下來 有我為各位報告 黑痴淵在我們彰化地區 它繁殖的狀況 那麼這個案子 正如剛剛陳老師所說 它後面有很多背景的因素 但這個物種 它在台灣繁殖 它本身也侵涉到土地的利用 然後跟我們一些土地的政策 後面我們介紹到結尾的時候 大家就會比較清楚了 那我等一下的介紹的內容 大概就依照我們一般 在學校裡面受的訓練 大概就是從這個物種 它的一些背景的資料 然後到我們基於什麼目的去做這個研究 然後用什麼方法來做 以及我們得到什麼結果 跟這個結果帶給我們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以及可以作為這個物種 將來它的對待的方式 或者是保育的方式 或者是說 甚至是 只是要移除 那這個物種 黑痴淵 它是分布在歐亞大陸的 比較偏熱帶地區的一個物種 那這個圖是從文獻上來的 我有把它再修改 修改的部分 主要是在北歐的部分 中國大陸部分跟台灣的部分 那這三個部分是後來加進去的 那為什麼可以加進去 主要原因是 這個物種在過去的這個三四十年 它才從比較低的緯度跟南半球 擴散到我剛講的這幾個區域 那黑痴淵它是屬於鳥缸 那黑痴淵它主要是分布在歐亞大陸 這個區域 那麼它的外觀非常漂亮 從圖片上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黑白灰三個顏色 那它眼睛是橘紅色很鮮艷 那它的幼鳥當然會帶有一些比較 語言有一些斑紋跟花紋 那麼它主要的棲地是在這個西蘇的這個曠野上 然後它比較喜歡這個乾燥的環境 那麼它竹草主要是竹在樹上 那麼我們台灣大概在1998年以前 是沒有黑痴淵的這個分布的資料跟紀錄 在顏仲偉彥老師的著作裡面 那個時候1996年它的著作提到是 台灣沒有黑痴淵 也是金門勇 還有那個時候在那個年代在大陸的西南 還有這個中南半島是有這個物種 那那時候還沒有到台灣來 可是在1998年的時候我們在共聊就看到 然後到了1999年的時候 在豪谷就看到了第一筆繁殖的這個紀錄 那麼從那個之後它就開始往外擴散 那我這裡有一個圖 那個圖上面的點代表的是這個物種 曾經出現過的順序 很快的從1999年來看 你可以發現它並不是完全的從豪谷為中心 這是最早 最早在1998的時候 然後992000 2001 02 03 04 05 06 那到了2008的時候那一年的數量 達到一個很高的高峰 甚至我們在墾丁 如果有朋友喜歡去散音鼠音的 或者有注意到鳥會的 或者國家公演網站的訊息的話 你會發現 在這個地方有不少的黑痴淵出海了 所以我們從這樣一個資料 中華鳥會的這個資料我們可以發現 它的數量的確在增加 分布的範圍也在增加 那到底它是不是在台灣繁殖 那它也有繁殖的紀錄 這繁殖情況是怎麼樣 這是我們好奇的 那對於一個剛進入到台灣的物種 它怎麼樣去用這個棲地環境 然後能夠讓它順利的繁養下來 那是不是有特別的這個 棲地需求上的這個特別的要求 那麼我們大概發現 這班子的紀錄從凹虎1998年開始 那經過了三年 它就跑到了這個彰化的復興地區 所以大概一年 我們可以這樣算 那一年大概有 往外大概有20公里的這個速度 這個班子的槽位往外來出現 那我們最近也在苗栗跟北部的桃園地區 也看到了一些槽 所以按照這個擴散的速度來看的話 大概跟這個一年 差不多20公里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想在很短的時間內 這個物種大概在本省的平原的地帶 這個有開闊地 這個獨立處的地方 應該以後都可以很容易看得到 那這是中華鳥會的紀錄 把中華鳥會過去所有的資源 透過鳥有所收集的紀錄 大概整理一下 那我們可以發現 在2005到2007年 它的發現的這個支持是比較高的 那後來又低下來了 那到目前為止 應該是講到2010年的年底為止 有400多筆觀察資料 那這個地方比較高 主要是因為 嘉義鳥會有在嘉義地區做它的班子的調查 所以它的這個觀測資料就比較多 那我們看這個縣市的部分也是嘉義 它的資料是最多的 那麼從很多的已經現有的資料 我們發現黑市醫院它受到相當重的人為的干擾 不管是鳥類的攝影者 或者是土地的耕作 或者是人為的獵骨 那另外呢它還遭受了一些 這個道路開發的問題 那除了這之外 我們發現就是 有些地方的黑市醫院的這個 風水非常不好 它連續三四年都不會成功 但是也有個地區 它一年可以連續13窩 那在我們的觀察裡面發現 它的繁殖力非常的驚人 尤其到了台灣來後 我們把台灣曾經出現過的這個猛禽 我們大概整理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猛禽 它在這個生態環境上 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因為它位置食物鏈的高層 它對於獵物的調節 就是它食物的調節 有相當的重要性 然後呢 任何對於這個猛禽的衝擊 都可能會對於整個生態系統產生衝擊 那所以它常常被當作一個生態的指標 那在我們台灣原來的平原地帶 可能在我們長輩 或者是我們比較小的時候 還有黑淵的這個活動跟出沒 還算比較容易看得到 可是呢 這幾年黑淵在台灣本島分布 就變成南北分布 那這當然是有很多的原因 那你這個空出來的這個生態的氣味 就有可能被這個 對於有相同環境需求的這個黑市院 給取代 那麼這裡面 這個是我們台灣出現的猛禽的名錄 那其中有框起來的 是有在台灣繁殖紀錄的 那這個虛線的話 就是說它不是很穩定 或者說它數量比較靈性 然後呢 這些比較實現的生的話 它是通常都是利用生靈性氣力的 那只有這個黑市院 它是利用開口氣力的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得到 這個物種來了一個沒有競爭者的地方 它應該是有可能擴張它的這個領域 跟它的板子的基地 那麼 好所以我們從這裡有一張圖來看到 除了我們平原地帶 在非這個遷徙過境的季節 雖然目前看起來它是空穴的 可是喔 在冬天的時候 它有短耳梟 有洪准還有甚至其他草原性的狂 猛禽會在這些環境出沒 所以黑市院基本上 除了冬天它可能會更是這些物種遭遇之外 那在這個非遷徙過境的季節 是比較不會有一些問題 可是我們也發現了一個問題 這個所有的黑市院 它都是保育類的物種 那麼 所有的猛禽都是保育類的物種 那在我們鄰近的這個東南亞地區 黑市院是算是被最常交易的一個種類 我們在野外觀察後發現 有些黑市院就腳上會有皮帶 有鈴鐺 有皮扣 有肌岩扣 各式各樣的形式的這個都有 所以我們也懷疑 是不是有一些黑市院的族群 不見得是靠自然擴散來到台灣 那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是有收集它的這個DNA的這個資料 那將來如果我們都做進一步的敵對 也許可以釐清這個問題 但是在我們有進一步的答案之前 因為猛禽都至少是二級以上的保育類生動物 所以我們暫時還是用這個觀點來看待它 好 所以我們大概回顧了這個黑市院在台灣的出現 跟它一些背景的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大概擬定了一些研究的目的 主要就是我們希望知道說它的繁殖的7D的特色在哪裡 然後目前的族群量有多少 以及它繁殖的成功率 大部分猛禽的研究都圍繞著一個重點 就這個猛禽它的族群到底是向上還是向下 那麼它的繁殖的成功率跟它的生育力 或者是生殖力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我們想透過這樣的一些指標 我們要來了解說這個整個族群增長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研究的地點是以彰化地區的濱海為主 但是我們在進行這個研究之前 其實我們也參與過其他地方的調查跟做過他堪 那我們也發現除了彰化之外在雲林的嘉義 我們剛剛文心的回顧也有相當多的黑市院的族群 所以我們那時候認為說 如果這個地方的研究的樣本數不夠的話 我們就要擴大研究跟調查區域到另外兩個縣市去 那我們研究的方法是 第一個是主重在這個個體跟草位的搜尋 那麼我們把研究區域 把它畫用地體資訊系統把它畫出一成一公里的網格 然後我們兩個月就到這個網格去調查一次 做地毯式的搜尋 把所有非人工環境的可能的基地、大樹 我們都去找 找看看有沒有它的個體的分布 那如果我們有看到的話 我們之後就是每個禮拜都回去 有發現個體的地方去看它有沒有繁殖 或者其他的特殊的行為 那如果我們有看到它繁殖的話 我們就每一個禮拜回去一到三天去確認它繁殖的狀況 那為什麼一個禮拜要去一到三天 通常都是兩天以上 就是說我們如果今天看到一個潮 那明天沒有去 後天去的時候那個潮不見了 我們大概可以推說 這個潮可能是在前一天失敗的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用隔兩天或三天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確認這個潮位繁殖的狀況跟結果 可以退步的日期 那麼我們除了觀察這個它繁殖的狀況 以及它分布的範圍之外 我們也針對它們所這個繁殖利用的潮去做一些測量 那測量的變數包括從槽樹跟槽位 像槽的高度啦 槽高在一個樹上的這個相對的這個BFB的高度 然後槽樹的這個種類 槽樹的這個高度啦 胸膏直徑這些基本的這些形質資料 以及呢一顆槽樹 它周圍大概就是1600平方公尺裡面的這個 各種的直升的高度覆蓋度 還有這些僑木的這個斷面積這些 一般我們在做猛型測量的變數的資料收集 那以及聚氣地就是以這個槽為中心 半徑150公尺 300、500 三個尺度下 我們去看這個每一個槽位 在這樣的一個範圍裡面 含多少的區塊 每一個區塊的面積是多少 然後周長、比例、數量 然後還有一些地景的參數 跟這個槽距離 人行道的距離 到道路的距離 到水資源距離 建築物還有一些大的道路 我們去做一些分析跟探討 那麼剛剛講的是實際把它組找的槽 但是我們也針對一些對照組 因為我們要去看它實際用的槽樹 是不是有某種特色 那你就得要找一個客觀取樣的另外一個樹 或另外一個環境來跟它比對 所以我們就是在槽樹分圍基地的部分 大概是用這樣一個原則 就是說我們以槽樹為中心 讓它攻擊一個方位角跟一個距離 比如說這個距離就是20到200 就是避開 它已經利用了這個空間 那用這樣一個方式 我就可以另外找到一棵樹 然後從那棵樹決定一個範圍 或決定一個區域 用這樣來做它的對照組 那我們總共做了不同的研究的項目 都有30址以上的這個對照的資料 那我們統計的分析 這個我這邊就不細數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們可以再來討論 大概就是用一般我們在學術上 在做一次資料分析 考慮到有理數、有理數 或者我們要問的問題 去建立一些模型跟假設 那我們很快來看我們的結果 首先我們來看它的這個分布 在這個圖面上 綠色的部分是我們調查區域 主要是在中山高比西 一直到海岸線的區域 那其中黃色的 只要是黃色的網格 就是我們有看到個體在活動 然後呢 我們如果有看到這個紅色的斜線 就是表示那個地方有槽位 那我很快的講一下這些地方大概是哪裡 這個是深港工業區 張斌的深港工業區 這個是在福星 這個在漢堡 這在王宮、方苑這些地區 這個就是中科 這三塊 這三個區域就是中科 這個是大排沙農場 萬興農場 然後這個大概是方苑工業區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是屬於二林監獄 旁邊的 這個都是塘廠 只有海岸的部分 是我們的海岸的一些農耕地 然後這些農耕地 幾乎全部都是修耕地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些分布的點發現 它要不就是選塘廠 要不就是選修耕地 那這些區域像塘廠 這個甘蔗狀要去 常常要經過一年 兩個月到一年 六個月它才能夠採收 所以它有很長的時間 不受人為干擾 那修耕地 除了修耕補償的時間之外 大概也不太會有什麼人為的干擾進去 所以我們也主觀地認為說 人的活動 對於它在經濟選擇上是 滿有影響的 那我們從後面很多的數據 分析的結果也是這樣的一個看法 好 所以我們這個區域裡面 大概有15%的區域是有它的分布 但是呢 這是穩定分布的點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針對 兩個月一次的調查 所得到族群量 我們去畫了一些圖 那這些圖 我們這裡看到有三條曲線 最底下的曲線是繁殖對 所謂繁殖對 是因為我們沒有對這些黑資源 做細放 所以我們很難確定說 今天看到跟明天看到 是不同一支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是 在這個區域裡面 固定有一隊在那裡 所以我們就是把 這樣的一個資料 當作一個繁殖對 或一個領域隊 那我們從2009年的年中開始 一直到去年的年底 我們大概從幾乎接近零 就一兩朝 到去年年底的話 我們已經看到有 差不多接近40個 這個繁殖的區域 對不起 這個是繁殖對 有42個繁殖區域 然後底下 我剛剛講錯了 底下這個是每一個月份 同一個月份裡面 有在進行繁殖的這個草位數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個月都有鳥在繁殖 所以我們才很驚訝的發現 這個鳥到了台灣來以後 它是一年到頭不斷的生 而且生了一臥又一臥 像母雞在下蛋一樣 是沒有停的 我們去回顧國外的資料 發現除了在南非 少數的觀察資料 有這樣的現象之外 在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中南半島 在這個中亞 在北歐 它一年是繁殖一次 或者是最多兩次 所以這樣的一個高生殖利 變成讓我們覺得台灣 對它來講是寶島 因為它主要的食物是老鼠 它大概九成以上的食物 主成是老鼠 它是被定位為老鼠的專食者 那老鼠多 對它來講是寶島 但對我們來講 可能就不是這樣的喜歡 跟我們競爭的糧食 或者是產生一些環境上的問題 那麼最上面這條曲線 是我們累積所發現的草位的數量 所以我們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到了 有103個草在彰化的這個冰海區裡面 只有42對到45對的這個個子所產生的 好 我們把槽位的這個點把它crack出來 那剛剛大概有講了一些分布的區域 那所以從這張圖 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的點非常的密集 而且這些槽位就是在一個區域裡面 它就是這棵樹用完了換隔壁的樹 甚至就同一棵草樹 它就不斷的利用 所以它對於棲地 我們感覺上是有某種程度的忠誠度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分析的資料 那麼除了這些觀察之外 我們也去看它的槽樹的利用 槽樹的利用 在我們過去觀察時間裡面 它主要用的是木馬黃 那佔了為主 那偶爾也用了一個綠竹 那這些種類都是在它所利用的氣墊環境裡面 是屬於比較高的樹種 可是我們最近看到高拉電塔 在去年看到有兩個高壓電塔被利用 那今年的話 一下子就多了四根的高壓電塔 那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的木馬黃 在我們觀察的過程裡面 造成Headspin環境失敗 很多都是因為樹枝被風給吹折掉 所以它如果它有機會 換到這個比較經過的樹去 這個電塔的話 對它的這個銀潮成功率來講會增加很多 所以這些可能也對它來講是一個利多 那麼至於它所利用的環境 是這點為主 那它跟農耕地 這個比例是這點比較高一點 那農耕地的話是以修耕地為主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氣地的中程度 有關於氣地的中程度 我們在103次這個槽位的利用裡面 我們發現重複利用的樹枝就佔了28 將近有3分之中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它不換地點 它就不換地點 那即使它換了地點的時候呢 它平均移動的距離也只有大概在80公尺左右 大概就差不多不到兩根電線桿的距離 那麼我們這裡有一對是浮津的槽位 我們可以看得到它換槽位的這個情況 你看它在一、兩百公尺的範圍內換來換去 除了七個槽 好 那麼在 這個是我們針對它所受的干擾的情況 我們發現 不管成功或失敗的槽 它每一次繁殖的間隔 不管是在 成敗 或者是失敗裡面 受到人為或受到天然 或者不同地景 它是沒有差異的 然後它失敗的原因 天然的因素佔兩成 人為的因素佔三成 然後人為干擾的這個 活動的話 大概有這幾項 然後它的繁殖能力的話 平均它每一年可以 每一窩 有2.3個用鳥可以離草 那如果換算成實際關擾時間的話 一對一年可以 有3.3隻的用鳥可以離草 那它的繁殖成功率 大概介於4成到5成 然後我們把它的這個繁殖成功率 換算成曲線的話 它的這個生殖率是大於0的 也就是說這個族群是在增長之中 那至於它的旗帝條件的話 我用最後一個表來看 就是它在旗帝選擇上 它基本上它變化濃跟地形 然後呢 它對於人為干擾環境 它會迴避 然後它對於這個很多的潮術 或者是潮附近的一些 潮位特徵的話 它是有選擇性的 那麼 我們在觀察裡面發現 有很多的這個 它利用的這個環境 因為是屬於台唐的農地 那可能因為台唐的土地利用方式 有人駕鳥王 或者是說 有一些干擾 或者是甚至台唐自己 都在砍樹或清除樹木 雖然它有執行平地造影的政策 那這些對於它的這個繁殖 都產生了一部分的影響 那此外呢 這個物種 由於它外形很漂亮 所以它也面臨了相當大的 這個人為列武的壓力 雖然說 它現在它的族群是呈現上升的趨勢 但是呢 我們剛看到有三成的失敗是由人造成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物種 非常需要工部門的這個協助 來這個抑制去倒裂的問題 那這個是它比較有趣的畫面 它拔掉一個老鼠的頭 而是它主要的食物種類的情況 那我們針對它的基地利用的研究的下一步 就是希望能夠透過一些無線電跟細放的方式 就是去了解它的活動範圍的大小 那在不同性別跟年齡上的查譯 那這個部分需要非常多人力 所以也希望就是說 也興趣的好朋友 當我們把這個資訊PO出來的時候 如果大家時間上許可的話 也可以來加入這個秒內的觀察跟這個研究的工作 所以以上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報告 時間是差不多用 但是 有沒有一個問題 在座也有很多猛型的專家 有沒有 我們可以 一個問題 有沒有 有問題要提出來 如果沒有話 我們就再一次鼓掌 謝謝這個單親的報告 老師你們有十分鐘的體溫時間 你們還有十五分鐘的體溫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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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不是要問 邀請一下 如果還沒有的話 我先請一下 有沒有 沒有的話 好 來請 你好 我想請問 就是 因為我本身有在看一些 那個農業生態系 方面的配合 那 有一些水鳥 那有些做的研究就是說 回首農關水基 它比較偏好在那個 稻田長得比較高的時候 然後回去煮草 那我當 台灣的稻田有 一起輪坐 二起跟坐這樣子 是不斷的輪坐的 所以說 當它成熟稻田割掉之後 變水田的時候 這時候 水鳥它的那個 煮草率會比較下降 那黑漬人它竟然比較偏好說 如果在一些農耕地 修耕地 當麻那些雜草 然後 饒蟲很多地方 這時候 環質率很高 那會不會說 如果今天彰化地區 也有一起耕坐 一起耕坐 所以說農田的時候 剛好 這個十二月份 稻田都面臨的 就是 修耕狀態 那這時候 環質率是不是又比較高 那如果是 像暑假的時候 那個 稻田剛好 全部農地都是在耕坐的狀態了 那這時候 修耕地很少 這個月份的黑漬業成功率 是不是就降低 還是說它會往外擴散 或者是個人沒查 這樣子 謝謝忠祐的問題 它的環質成功率 我們沒有很仔細地去比對 但是我們有發現到就是說 它在不同的環質季節 它的這個 我們可以從每個月營巢數量的那張表來看 它是有很大的起伏變化 那在比較低的 低的點 都不見得是固定在 這個 非耕座的時間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 破山的問題 我們從 2009到現在 這個地方裡有 將近400隻的幼鳥 就是梨草 可是 梨草座都不見 都不知道到哪裡去 而且我們也在 潮附近 很少看得到 幼鳥在潮的附近活動 就是它大概 離潮後 快的話 大概兩個禮拜 慢的話 一個月 就會從環質區裡面完全的消失 那麼 所以 這才是我們為什麼要去想用無線電追蹤的原因 就是看看說這麼多的幼鳥 已經這麼多跑出去 那在彰化地區我們剛剛看到 大概有四十幾個繁殖隊 那在雲林 我們最近去調查結果 大概有100多個繁殖隊 然後再加以的話 有36個繁殖隊 都是很穩定的繁殖隊 所以這些數量 再加上它整年不斷的繁殖 所以這個 不曉得 照理講 就是如果說它的存活率 有一般公勤的標準 就是第一年的存活率有個六成 期程的話 應該現在數量是很普遍 可是我們 感覺上 雖然數量不斷的增加 但是沒有我們想像的 這個量那麼多 跟風質 不好意思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 既然它繁殖這麼多 對合 你有沒有發現它說 跟其他物種有一些interaction 比如說 我們要利用潮術作為 這個潮的物種 有那個競爭的關係 期益競爭的關係 或者是 像是排擠的效應等等 不知道 你們有觀察到就是說 跟什麼樣物種有這樣的關係 我們目前有看到 跟它爭奪槽位 可以就是不斷的爭鬥 有看到的是這個喜鹊 那另外還有外來種的這個 這個大陸來的這個 灰樹雀是不是 其他的物種大概都是基於這個 防衛 像大捲尾 或者是中非波勞 這個就是騷擾它而已 所以如果真正有 潮衛上競爭的話 那喜鹊的資料 雖然有看到 但是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認為說 嚴格的來講 他在目前這個環境裡面 跟他有相同氣味 然後競爭潮衛的是沒有 對 這個很有趣的問題 當然潮衛是一項 一個 本來沒有的 後來出現了 無論是怎麼樣出現了以後 看起來他生殖力很強 慢慢增加了以後 一般講就是那個 生態氣味的競爭的部分 其實比潮衛可能還更 更關鍵的是食物的部分 因為台灣本來就有黑鴻 本來是很普遍的鳥 到來很少 現在變成很少 比較穩定可以看得到 確定知道 每次到基隆就可以看到 基隆改看到 看黑鴻 剛才午餐的時候 我聽講者也講到說 屏東那邊也算是比較穩定的多管 所以如果說他現在是在中台灣 建立這個基地在擴展 好 好像 是不是也可以解釋 是說 我怎麼在中台灣 因為中台灣 基本上 比較不容易看到 所以他等於是 趁著人家離開了以後 進來霸占這個 生態氣味 可以這樣做嗎 來 這個 因為過去 類似的情況是沒有發生過 但是我們從生態氣味的這個競爭來看的話 因為他們的真的是很接近嘛 那所以如果當黑鴻離開了 他就沒有競爭者 所以他可以快速的擴散 所以他的快速擴散應該是沒有競爭者 但是黑鴻離開了 這個因為時間上是有區隔的 因為黑鴻從我們平原消失的時間 恐怕不只有十一二年 但這個物種進來只有十一二年 所以他們在時間的尺度上 是沒有從別到的 是沒有從別到的 因為現在很熱門的環保議題 就全球暖化 這樣就是跟這個會不會有關係 你的判斷 目前台大的空間生態實驗室 就是李培芬老師 他那邊有帶了一些研究事情在做 就是把很多的物種 把它的分布的變遷 跟溫度的等溫線去做一些研究 類似研究在我們學會 像陳老師啦 陳一鋒老師 幾位老師都有做過類似的研究 那麼在歐洲 目前有認為他的分布跟等溫線 可能有關聯 那目前還在做這個部分研究 那因為他的這個數量的增加也 主要是從1960年代以後 才在那個西南歐 快速的往北來擴展 那在大陸也大概是 像在河北、天津、福建、青島這些地區 大概也是最近這個十幾二十年 那當然我們也不敢否認說 過去大陸地區比較沒有賞鳥的風氣 或者是研究的觀察的資料 但是在歐洲算是很穩定 那我們台灣也剛好在這十幾年間 這個數量增加很快 所以說它是一個巧合 應該不是 因為它從跨越整個歐亞大陸 所以我們也許可以用一個合理的推測 或者說是跟氣候的變化可能有關聯 好 那麼這個牧總在台灣 在台灣算是新的 那麼理論上 當然我們發現它的時候 它已經在這裡了 但是回頭來追蹤的話 它理論上有兩個可能 一個就是它很自然就擴散到這裡來了 另外可能過去很多歷史 也是因為有人把它養了以後晃出來 就是所謂的龍中藝術鳥 那剛才聽你演講的時候 你說發現它帶了很多鈴鐺啊什麼東西 是不是這樣來證明它是放出來的機率比較高 可能不太夠啦 因為那個我們最早看到 這個黑池原身上有掛這個人工加上去的東西 就是有確切的資料是在 剛好就是在1998年那一年 那一年的話是在供僚也有看到紀錄 如果說那個年代前後進來馬上就有被抓到 然後又套上鈴鐺 這可能性是比較低的 所以不排除 不排除有一些種類的確是 當初被喜歡飼養猛型的人進來以後 然後跑出去 這個是有可能 但是我們沒有確切的 這個比對DNA的這個資料 就是我們跟東南亞 還有我們跟大陸的這個資料之前 就沒有辦法下這樣的結論 好 謝謝 還有問題要提出嗎 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像現在是快渡冬期嘛 那你黑池原從夏天開始繁殖 那他會不會造成冬後鳥 那些龍琴來的時候造成一個排擠效應 就是食物都是那麼多 但是這可能排擠到所謂的紅準啊 那些油準那些東西的熟練的排擠 那這個會不會導致其他原本 應該來這邊渡冬的鳥 他就驅離這個地方 第二個問題是 你剛好有調查到惡里地區的 他的所在位置是在萬溪農場 還有那幾人農場 其實剛好是位於中科市集的所在地 那想請教一下 你所讀到一些文獻 假設中科市集正式開發大量的工廠進駐 那這些黑池原的預期效應是怎麼樣 謝謝 謝謝謝謝月音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黑池原便對我們常見的這些東鳳梁猛情 雖然他們可能會在食物上有競爭 但基本上他應該算是被害者 第一個他體型沒有狂、準來得大 第二個跟紅準比較的話 他又沒有紅準那麼聯合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在野外觀察到的 大部分的某群都是欺負黑池原的 都是欺負他的 那你說有競爭的話 當然有可能 不過因為現在黑池原分布的範圍 跟棲地還畢竟不是全面 所以是有限的 那再來你剛剛的第二個問題 是關於黑池原的分布 二連中科園園區 大概是現在全台灣黑池原分布 單一地區數量最多的 那如果說新冰工程處願意針對這個物種 花了這麼多時間停工 做這麼多努力的話 我想中科可能也更要來 用同樣的比例來做這個環境的保護 他那個地方我們曾經最多一次的調查 可以超過21隻個體 然後同時繁殖的話有8隊繁殖隊 然後有2隊是不穩定的 所以有10個繁殖隊在那個地方 那麼這個可能就是 我們會把這個訊息破出去 彰化縣政府也知道 彰化縣環保局也知道 可是我們傳遞給他的訊息 他都會把它淡化處理 所以這個我們也很困擾 所以我們接下來可能會透過其他的管道 來反映這樣的現象 好謝謝這個時間正好也到了 我們再次顧章謝謝周大先生